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那么一点点 用这么高端的包装盒呢 也足以说明奥丁底板确实十分的高贵 那么它到底高贵在哪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盒 可以看到奥丁底板呢 是这样斜着放在我们的盒子里面的 整个包装盒的用料呢 也是非常的扎实 整个底板的设计科技感十足 银色的拎板面材 拍饼呢 也是这种对称的高难度的拼花 像这种拼花一般很少有国产底板会这么做 因为它很难左右进行对齐 奥丁底板呢 不能说完全保证两边的拼花百分之百的对齐 但是可以说达到了世界一流底板的做工水准 奥丁底板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超级填曲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底板的中间呢 有一个圆形的反光效果 超级填曲技术呢 就是将每一层的面材 粒材 包括大芯进行填曲的叠加调配 也就是说每一层材料的填曲区域基本上可以做到完全的重合 填曲叠加技术可以使底板粒的传递更加的充分 从而增强底板的底径 我们知道一般的纯木底板啊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底径差 所以现在很多运动员都会选择加碳或加纤维的底板 纤维底板的底径和通透性确实不错 但是呢 却损失了纯木底板的那种良好的手感清和力 所以奥丁底板既有纯木的良好手感 又有超强的爆发力 之前说了 奥丁底板为什么要用这么高档的包装盒 最重要的原因呢 是在于它的用料 奥丁的大芯呢 是使用的巴莲自然风干 自然干燥的阿油丝材料 我们知道木材当中都是富含有一定水分的 一般的乒乓球加工厂呢 会选择人工烘干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用机器对木材的水分进行处理 但是人为处理的话呢 对木材的物理特性会进行一定的改变 所以啊 很多的纯木底板打起来有点正手 发空 那感觉打起来心里没数 而奥丁底板的大芯材料呢 是经过了八年的自然干燥 所以呢 保证了木材原有的物理特性 你在使用奥丁底板的时候呢 能够感到板板都很踏实 底板的大芯采用和风云一样的云结构 大芯呢 是三层等厚的阿油丝材料 根据多米诺效应 所以乒乓球在撞击到奥丁底板上面的时候 能量损失更小 相信打过我们风云底板的球友啊 也会有一样的感受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底板的弹跳测试 我们从几乎同一个高度呢 将乒乓球自由落体的扔下 看乒乓球的反弹高度 了解底板填区的球友啊 都知道 乒乓球越靠近填区 那么它反弹的高度就越高 所以越靠近填区呢 底板的弹性就越大 填区啊 不是说越大就越好 填区太大的话 这种底板也难以控制 它的手感啊 毕竟会比较差 因为我们一般制造摩擦 发球 拉球 搓球等等这些技术 一般都是在填区的周围 我们在快弓发力打的时候呢 一般靠近填区 所以从测试当中来看 奥丁底板填区部分的弹性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在使用静台快弓技术的时候呢 球的掌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球的过往弧线比较稳定 打在底板上还是比较厚实的 所以我们在控制球陷入的时候呢 手上的感觉会比较好 静台的连续快拉 奥丁底板摩擦和击打的这种掌控性 你还是可以控制的比较好的 特别正手配上的乒乓往地神套 你不需要很大的动作啊 稍微的转腰 前臂带一下啊 这个球的弧线就非常稳定了 所以我们可以保证用小动作来完成摩擦 这样更利于我们还原 反手主要靠手腕和前臂进行发力 所以我们要保证球的质量还是很难的 那么师傅呢 不会说把这个拍子压得过时去摩擦 这样的话呢 球过去没有什么质量 速度太慢 在拉球的时候呢 拍面会稍微多亮一点啊 这样把球能够吃厚一点 底板的衣素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乒乓球脱板以后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相信一般的业余爱好者使用奥丁底板起下旋球 拉下旋球啊 这种上台率会非常的不错 台内小球的控制呢 奥丁底板是非常细腻的 一般这种不转或略带上旋的台内球是很难把球控短 把弧线控低的 我们可以看到稍微的抖动一下手腕 调节一下拍面就可以把球的弧线控制的非常好 这说明奥丁底板和我们手指的这种匹配度是非常高的 在处理这种细腻球的时候 手上的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那一般这种台内球选择去领或者挑的话呢 手上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底板的综合性能非常高 手感特别好 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就是稳定性较差 请接过你的武器 那么使用奥丁底板呢可以提高你的上台率 配合超级填曲和云结构技术使得 师傅在这里吹了半天的牛到底好不好打 还是要自己试了才知道 在底板刚上市的时候呢 我们会推出一个超低价的活动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